哈喽大家好,我是凌晨不雪 我们今天来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松山疗养所是为了让肺结核的病人 有一个舒适的地方疗养 从日治时期这边就是治疗肺结核的区域 如果没有松山疗养所 而在台湾肺结核可能还是可怕的传染病 而所长宿舍是因应1915年 松山疗养所的新建所盖的员工宿舍之一 是见证了台湾治疗肺结核的历史仅存象征 我居住在这边已经快60年了 我出生就在这个西口养生宴的地方的对面 当时的它叫做西口养生宴 1925年3月的时候把它改成松山疗养宴 也就是现在的卫福部的主体大楼 卫福部前面那个空地那个花圃 就是他们的宿舍 那我是在这边生出来在这边长大的 松山疗养院来讲是日据时代 早期也是属于那种木造的 两层楼的是木头阶梯走上去的 当初它选择这边当然就是因为 它有两个非常好的湖泊 那个环境是很优美的 病人可以到湖边去呼吸新天空气 1915年设立的松山疗养所 对于推展肺结核房子的工作 有很大的注意 经过多次改制 最终整病为行政院卫生署胸腔病院 工程深退的松山疗养所改建后 只留下所长处设计对面的员工处设 这个房子是疗养院的院长 他的住所 他的屋顶上面的瓦片 其实就是就地取材 用我们南港地区的泥土 然后在南港叫黑瓦窑 在专门在烧这个黑瓦 那喜口养生院还有个地方 在我们文献会呢 有保存了一张照片 他从这个中心庄子的池塘呢 直接往这个上面拍 就可以拍到他山坡上面的那个 旧的病房 现在呢 其实卫无部还保留着当他的仓库 但多年的荒废使他曾经破败 直到被登入为历史建筑后 所长宿舍即将迎接他的第二人生 过去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每天看他这样子 有时候呢 东倒西外 有时候台风来了 他屋顶坏掉漏水 真的很可惜 我希望这个以后呢 完工之后呢 能够作为文化的一个据点 能够把一些文史的资料 把一些相关的医疗的一些资料 都能够呈现在这个地方 希望把这个地方保留下来 就是让我们台湾有一个地点 才来这边参观我们的这个 废杰和黄老师 让大家来知道 我们台湾的骄傲 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在108年即将完成修复工程 这些医护人员的努力 防止废结核的历史 将会透过所长宿舍 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您的海读物 这是您的oo 第一支 我们的海读物 我们的海读物